有没有发现我很喜欢做一些很送饭的神菜 看到家人因为开胃而开心地吃饭添饭 是对我最大的赞赏 Harry跟大家分享的是麻婆豆腐 豆腐分老豆腐和暖豆腐 猜猜哪种做出来最好吃 今天我就用老豆腐和暖豆腐分别做麻婆豆腐 看看做出来有什么分别 先清洗豆腐用盐水浸泡 豆腐就不能冲洗 否则很容易冲散 浸泡几分钟 浸泡豆腐期间我们把猪肉洗干净 用厨房纸抹干 像我以前说过 用机器搅拌或手工切刀 看是方便 搅碎之后就放在一边备用 将姜和蒜头都放到搅拌机里打碎 手工切刀就没所谓 打成姜蒜蓉就放在一边备用 辣椒洗干净去头 不是吃得辣的就把内边的纸去掉 如果不怕辣就不用做这一步 辣椒切小圈备用 通洗干净切粒备用 将浸豆腐的水倒入 豆腐小心地拿到砧板上切成小粒备用 中火开锅下一汤匙油加热 我用花椒油代替花椒是因为我喜欢花椒的香 但不是不喜欢吃到花椒粒的口感 如果喜欢吃花椒的朋友 可以在油热之后倒入花椒粒就可以 大概是一茶匙左右 油热之后倒入姜蒜蓉 辣椒丝翻炒一下 倒入两汤匙的豆瓣酱 再倒入猪肉碎翻炒 炒散猪肉 倒入糖 放豆腐轻轻翻炒三分钟 倒入花椒油翻炒几下 关火出锅上碟 撒上葱花 这样就完成了一道麻婆豆腐 大家对比一下 暖豆腐和老豆腐有什么不同 暖豆腐水分多 容易碎 口感滑 老豆腐就卖上好看很多 但是有咬口 我个人更喜欢暖豆腐的口感 什么都好 送到饭就是神器 我已经逼不及待开始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